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长傅海燕表示 政府将在今年修改法案 以改善本地合作社的监管措施 傅海燕在新加坡全国合作社联合会的新春招待会上表示 合作社可协助我国打造更具包容性的社会 因为他们能够从全面的角度去探讨所属社群的社会和经济需求 傅海燕说合作社法案上一次修改是在2008年 今年及时修改法案能够更好地监管合作社 傅海燕也说合作社必须对会员负责以保持公众对他们的信任 才能对社会有更显著的贡献 我们下期待会员负责以保持公众对他们的信任